服务器从剪接板批栏导入 这样呢我们就导入所有的节点了 直接把它切换到4K视频来看一下 现在是有4万多K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耐飞呢 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可以正常打通道呢 是这个美国节点的 它的伪装度呢 可以达到90% 也就是说这个节点的 目前也是比较干净的 哈喽各位小伙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在车那条小翔啊 时间过得非常快 已经呢到了这个10月份了 在这里呢 祝各位小伙伴长假快乐 今天要主要来跟小伙伴分享 我们10月份的优质免费节点了 所有的节点呢 都来自全网的搜索 并且筛选出来的优质免费节点 这些节点呢 我们每天都会更新的 如果小伙伴发现节点不能使用了啊 可以直接到我们视频下方进行这个下载 由于是这个敏感资源呢 所以我们是这个解压码 解压码呢 在我们的视频中会有这个语音提示 小伙伴呢 请耐心观看 不要快进快进呢 是看不到我们的解压码的 好下面呢 我们废话不多说 进入这个时钞 小伙伴呢 输入我们的解压码之后呢 就会打开我们的文件夹了 我们文件夹呢 节点都进行到这里了啊 有订阅连接的形式也有这个节点形式 在这呢 我们分别给球码进行这个演示 如果你打开这个是节点文件 可以肯去复制所有的节点 打开我们的代理软件 在这里我们就以微图恩作为这个演示 打开我们的微图恩 订阅分组 订阅分组四字 添加 我们添加我们添加一个新的电影分组 然后随便命名 然后呢就确定 因为呢我们是添加节点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分组 然后服务器 从剪接板批量导入 这样呢我们就导入所有的节点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后面呢写的是1001 也就是说当天的时间啊 10月1日的这个节点 第二种呢就直接复制我们的电影连接 根据你的代理软件 复制相应的电影连接 然后同样 打开电影分组 电影分组四字添加 随便命名 粘贴上我们的电影连接 确定 然后选择我们的分组 然后电影分组 可以不通过代理更新 若更新失败 一直没有添加节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重新选择 这个通过代理更新 好这样就更新成功了 所有的节点都在这里 由于是这个免费资源啊 所以说呢 不能保证每个节点都是非常优势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按住 肯定加在进行全选之后呢 测试这个延测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延测 它就会按照由高到低进行这排序 然后再点击一次 它就按照由低到高 然后呢 我们选择延测最低的右键 视作为活动服务器 然后呢 再检查一下我们的系统代理 有没有开启自动匹配 开启之后呢 再选择路由 可以选择绕过大陆 或者全局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来试试一下 打开我们的youtube 点击播放列表 好 再点开我们的4K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啊 10次呢 有2万多K 我们直接把它切换到4K视频 来看一下 现在是有4万多K 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每飞的节点 能有这样的速度 还是比较可以的 好 有3万多K 基本上呢 也是足够打开我们的8K视频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奈飞能否正常播放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奈飞呢 也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trygpd 好 可以正常打开 我们来测试一下反应速度啊 点击这个科幅拖延症 注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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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 这就是在我们的电脑实测 如果出现这个需要验证的话呢 那证明这个节点是比较粘的 使用的人数比较多 毕竟是免费的资源 所以说建议小板 可以作为这个防制链必用 千万不要作为这个阻力 因为呢 这些节点只要流量用完了 或者使用的人数比较多的话 都会比较卡 或者无法正常使用的 我们也可以切换其他节点进行测试 每个节点的地区都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没有标注 而且呢不同类型的节点也有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啊 速度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节点是哪里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使用到呢 是这个美国节点的 它的伪装度呢 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也就是说这个节点呢 目前也是比较干净的 还是可以正常登录一些账号 我们再切换其他节点 我们就选择这个VMAS吧 我们用的是VMAS 我们就来选择这个 我们再选择这个类型的节点 是这为活动服务器 这样就切换成功了 好 我们打开 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这个呢 同样是美国节点 但是呢 它用的是美国当服的这个节点 同样伪装度呢 也是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 还是可以正常登录我们的账号的 小伴如果想检测我们的节点 是哪个地区的 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 好 那如何在手机上使用呢 同样非常简单 我们只是要根据我们使用的代理软件 复制这个电源连接就可以了 本期呢 我们就用到这一款KWIN的方向软件 作为这个颜色 我们复制好电源连接之后呢 发送到手机上 在手机上进行这个颜色 好 现在来到我们的手机上 我们打开我们KWIN这款方向软件 然后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选择从简洁板导入 这样呢就导入成功了 我们点击允许 然后开启这个分流规则 然后勾选它 好 显示添加成功 我们返回 那我们回到主页 点击这里 然后选择我们想要的这个订阅分组 我们刚刚导入的就是这一个 然后呢 所有节点都在这里了 好 我们返回 然后来到主页 点击最下方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节点 它末日呢 会筛选出三个比较快的节点 我们就选择颜色最低的 好 选择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开启 可以选择规则或者全局 都是可以的 如果小伙伴想测速的话呢 也可以点击这里 它就会进行重新测试了 选择好我们颜色最低的节点 或者呢 也可以选择自动选择 也都是可以的 好 选择成功之后呢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谷歌流浪器 我们来试试一下 好 可以看到前往到4K之后呢 好 可以看到前往到4K之后呢 播放也是非常流畅的 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速 看手机上是速度有多快 好 希望免费的节点呢 能跑到53兆 也是非常不错 好 我们本期的测试呢 就简单实测到这里了 感谢小伙伴的支持 如果小伙伴遇到还有其他问题 或者更好的建议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这个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